早晨好 睡了一个懒觉 刚起床 洗漱完毕 现在把房车里边收拾一下 准备重新找一个住车地 这个住车地是 哎呦哦哦 一个苍蝇进来了 门关上 这个住车地是 拉萨市郊区的一个住车地啊 准备今天去换一个 离布达拉宫 离拉萨市中心近一点的住车地休息 这边住车一晚是 27块钱的停车费好像是 呃我前天来拉萨的时候 住在布达拉宫旁边那个停车场 一天好像是37吧 一天贵了10块钱就住到市区去 呃回头给两位徐哥说一下 到拉萨了嘛 大家就自由活动啊 按照自己的节奏玩一玩 玩上几天 等有人想离开的时候 大家再互相通个气 再计划一下 是怎么办啊 是单独走呢 还是一块走呢 昨天跑了高速 分档玻璃上有点脏 擦一下 许哥 我把导航设置好了 你们能看到吗 没开不花急吗 他们 看见小笼包了 早餐还没有吃啊 讨饿呀 一会儿到地方再吃吧 今天好像是藏族同胞的一个啥节日啊 街上的人非常的多 要这样说的话 我们去那个停车场 可能都进不去呀 光右边排这么长的队 就说明 停车场是进不去的 这都排队进停车场的 能进去吗 立了个牌子吗 车位已满 哎 不行 还说是 这有一个包子 过来吃包子的 包子铺都关门了 今天不行啊 咱们从布达拉宫前面走一下 你们拍拍照 看一看 咱们回去吧 现在右边就能看见布达拉宫了 布达拉宫是依山而建啊 这个地方 它地形是比较奇特的 它周围是一圈山 中间是一片大平地 但是呢 中间的平地上 就有两个小山头 一个大一点的山头 修建了布达拉宫 还有一个 就是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 看布达拉宫的一个 最佳的观景位置 这是布达拉宫广场 今天是进不去了 进不去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附近的停车场 也都是爆满 看一看就行了 看到这个台子没有 这个台子就是布达拉宫的 最佳观赏位置 从这边买票进入 哇 爆满啊 市区的住车地不好找啊 现在又回到了郊区 但是想找一个郊区里边 离主城区近一点的停车场 这段路我们昨天走过 好像看到是路边有停车场 还停的是房车 找到了 就是这个停车场 停了好多C型 再去里边看一下 里边看一下 有没有水源呀啥的 这好像是个卫生间吧 还是跟昨天的停车场一样 车开不到 卫生间跟前 回到停车场 先给自己搞点饭吃 饿了一早晨了 这还有点昨天吃剩的西瓜 冰镇西瓜 你敢不敢来 说不定 太凉了吧 把它放一放去 我想吃冰镇 你前辈子你饮脱吧 活该来 刀和真本 让出去 这点放着 给你量一量 你味道吃不快 装脚来不来 我肯定不行 那我就先吃了 哎呀 太爽了 烤饼子了 烤上几个饼子 做个肉夹馍尺 这饼子也太小了 这种制作钱 一块钱 一块钱 我们家里 这么大一个七毛钱的 许哥 这饼子 嫂子你吃不吃 吃一个 肉夹馍 好 来来 饼子烤的干干的 哎呀 小米 小米文件肉香了 少子了 这就是一口香嘛 不夹馍也不大 嗯 好好 好嘞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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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子的 小米你别惨啊 刚给两个武警战士 嗯 找了茶 没喝走了 在这边过来执行的 可能不会吃人家东西啊 嗯 你喝了吧 嗯 你先来吃饼吧 吃肉夹馍 许哥 肉夹馍 你先吃肉夹馍 等会儿再弄了吧 你干啥 加水呢 昨天晚上洗菜 没有 哎 小米 小米又吃到了 嗯 他不会吃 他不会吃 我把水夹了 别说 你去吃饭了 去吃啥 你把水下来的 啊 把他铺掉的 啊 铺掉的 来 我先给你加一个 嗯 你拉着 你 我